六十多年后再次踏上故乡土地 对离散家属来说别具意义 就像做梦一样 拉下布木 象征铁公路对接开工仪式正式举行 周三列车载着百位 南韩政府官员以及离散家庭成员等 跨越三十八度军事分界线 前往边境北朝鲜开城 双方交通将再次连接写下历史性一课 铁铁和道路的关系 是单纯的政治结合 那是最好知道的 铁铁和道路的关系 人和物质 文化、野党、游戏、游戏、保护等 不得各样的分野的交流协计 会被促进的 今年9月 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同意铁公路对接 期望可以重启双方连结 而跨境铁公路 预定将接通南北各大城市 减少货物流通的成本和时间 甚至通往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成功连接将对各国都有所注意 不过由于朝鲜半岛非核化进程停滞不前 尽管日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支持开工仪式 但华府也还没松口解除 对平壤当局的制裁 工程进行需要的材料 能源以及金属产品等等 都没办法送进北朝鲜 短期内铁公路要完成的梦想 恐怕难以达成 大爱新闻扬请编译